親愛的朋友們,大家好,我們是Super Junior,M! 現在是他最新的迷你專輯就是太完美,就是音樂造型有什麼新的元素嗎? 這次呢,我們的新專輯也是像以前那樣,走的是舞曲風格 但是呢,比較特別的是,我們用了比較重節奏的這種吉他伴奏 還就是比較偏向電子音樂的這種感覺,所以算是一個電子舞曲 然後,專輯裡面除了就是主導歌之外,我們還有邀請到非常有名的這些製作人 比如周杰倫,方文山老師幫我們寫歌 對,所以很開心,然後造型上面呢,也跟之前不太一樣 因為之前是走這個,第一張是就比較陽光大男孩 第二張就是比較帥氣的路線,那這次走的就是有一點比較神秘的感覺 大家都有,就是MV裡面都有畫一些比較重的眼妝 然後衣服也就是,會跟之前的感覺非常的不同 所以也是,也是希望以一個全新的面貌展現在所有的朋友面前 那就是,因為這次我們看MV裡面好像有什麼皮草造型什麼的 對對對,帽子 就是能不能每個城市談一下對這種造型的感受什麼的 就是等一下,就先說嘛 照片照片裡的有障碼性的感覺,還有寂寞,又是那種感覺 覺得什麼呢? 像我,我們真的每個人都有帶帽子嘛 像MV裡面我戴這個 因為我不知道韓國成員們知不知道 因为像中国的朋友就小时候都看那种雪山飞活 所以他们也看过 就那种毛帽子 但是真的拍出来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帅 就是感觉是那种像那种古堡里面那种很神秘的感觉 可以把它展现出来的 所以一点都不穷帅得很 来下一位 因为台湾的MV已经出了 然后我们就看这个舞蹈啊很炫 然后这次舞蹈有什么新的感觉 就是跳舞的过程中有什么新的感受吗 MV也有什么新的感觉 我之前做的舞台和比较好 今天是音乐比特的舞台 我们先问一下音乐比特的一件事 我先问一下音乐比特的一件事 我先问一下音乐比特的一件事 我看了眼睛很迷 因为画面很迷人的舞台 反正是影响很强的 画面很强的 我看了眼睛很新鲜和美丽 所以眼睛很迷人 我看了眼睛很迷人的眼睛 蜜蜜的动作也是很迷人的 我再次在一件事 我本期比特的演唱会更迷人的动作 我之前比特的演唱会更迷人的动作 我已经比特的演唱会更迷人的动作 我曾经比特的演唱会更迷人的动作 我昨天比特的演唱会更迷人的动作 我认识看了一件事 我感到更迷人的动作 我感到感到很迷人的动作 以前的舞台相比 可能大家的群体性的一些群舞 也有更強烈的組合 而且已經有兩位聖明星成員了 所以可能更加強烈的舞蹈方面的更加強烈了 而且出來的效果跟我們期待的還要好 我們的題目是《Taiwan Mei》 開始的時候,我們開始了很強烈的歌曲 所以我們會很強烈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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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歌曲是比較有一點 我們會很強烈的歌曲 我們會比較強烈的歌曲 我們會很強烈的歌曲 這次《Taiwan Mei》開始的時候 是有比較重的吉他主演的聲音 然後後面又加入了一些場務員們 比較強勁的這樣的聲音 加入 形成了一個比較和諧的很美的音樂 然後 如果說我們之前的專輯比較活潑 陽光一點的話 這次的可能會更加偏帥氣一點 剛才說到新成員加入 然後我們知道 就是銀河跳舞也比較強 剛才看那個《Taiwan》 好像笑點也還蠻低的 然後聖敏似乎就比較沈默一點 剛才也難得說兩句話 各位成員能介紹一下 新的兩位成員嗎 就跟中國的歌迷 我們在其中的兩位成員 我們來找一些兩位成員 也能想唱一下 我們可以說一句話 我們在前面的歌迷池 我們可以說一句話 有一個強烈的歌迷池 我們會說一句話 我們可以說一句話 有兩位成員 我們可以說一句話 我們可以說一句話 哪位成員 哪位成員 你很害怕 首先,尹혁是很健康的性格, 他很喜歡男生的男生, 而且他很喜歡跳舞, 所以我們隊伍是非常加重的地方 他很开朗和活泼的一个人 然后呢又特别搞笑 经常带动一些大家的气氛 所以他是我们队里面一个不可缺少的必要的一个存在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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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呢就由我来说 他呢是... 他中国呢有一位跟他类似的一个人物 就是中国历史当中的 三国志里面的刘备 他声明呢特别的仁慈 善良 然后还... 在这种当中还兼备了他的智慧 然后声明不易就说 我为了奔赏和他类似的人 我会继续努力的 那就是 两位成员因为加入了 我们就会更多地面对中国歌迷 那要是成员对这里有什么感受吗 嗯... 两位还是其他成员 就是新加入的两位 对 现在两位是新加入联益的 我认识了很多事情 但是我认识到中国的M组成为了中国 所以我感激感到很高兴 我感激感到很高兴 我为了我们的M组成功 我为了M组成功的M组成功 所以我认识到M组成功的朋友们 我认识到你们的爱子 我认识我认识 因為我變成了這個隊裡面的老妖,最小嘛 所以我會跟之前的老成員多多學習 然後盡我的一分力,然後希望能夠得到大家的喜歡和支持 這就是劉沛的樣子,看到了嗎? 謝謝,謝謝 謝謝 非常新的挑戰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新的挑戰 我認為這機會對我來說是新的挑戰 可能是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一个经验嘛 所以我希望我和盛民的交流呢 能给对立带来更好的发展 当然了这样的话可能需要尽我最大的努力 而且一想到以后就可以更多的跟中国的歌迷交流呢 我特别的心动 就是 心动 心动 就是 就是 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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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动